139 首季智能手機商蘋果佔利潤92% 2015年7月14日國際金融A21目前全球約1,000家企業生產智能手機 行業的利潤卻幾乎被蘋果一家公司獨佔 投資公司ConnectWord Genuity估計 首季八家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生產商的整體營業利潤 蘋果佔了92% 上年同期者比例為65% 三星則佔15% 蘋果和三星合計佔行業利潤的比重超過8% 是因為其他的智能手機生產商處於收支平衡或虧損 由於蘋果在全球智能手機市場的佔有率不到20% 其利潤比例相當驚人 反映出蘋果的定價能力 蘋果競爭對手主要使用Google的Android作業系統 使它們的產品大同小異 促使製造商減價競爭 Strategy Analytics的數據顯示 去年iPhone的全球平均售價為624美元 而Android手機僅為185美元 受惠於iPhone 6和6 Plus 的強勁表現 在截至3月底的財貴 iPhone銷量按年增加43% 當季iPhone均售價上調60美元至659美元 此外 Hernstein Research 的數據亦顯示 在個人電腦市場 儘管抹機去年的市佔率只有6% 但整個行業的利潤超過一般 由蘋果獨佔 華爾街日報 製造商減價競爭 偷製造商減價競爭 ?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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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